哈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再次的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主题就是 我们的态度使工作成为有意义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39章第1到第6A 一起来看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了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成载 君长波迪法从那些带约瑟下来的 以士玛利人手里买了他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约瑟就事事顺利 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 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竞都顺利 约瑟就得主人的欢心 服侍他的主人 他的主人指派他管理他的家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指派约瑟管理他的家 和他所有的一切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 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 他家里和田间所有的一切 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迪法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约瑟的手里 从创世纪的第37章5节到7和9节里面 我们发现约瑟呢 他梦见 在他的梦里面呢 他得着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的呼召 就是他将会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岗位上 甚至连他的家人一天都会向他下拜的 当他的弟兄们听到他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怀恨 并且非常的嫉妒他 还要设法把他除掉 结果一天呢 就在约瑟找这班弟兄的时候 他们就将他丢在坑里面 然后将他卖给一群以士玛利人 再将他转卖去到埃及成为奴隶 约瑟呢 被迫在别的国家做奴隶 他全权呢 就处在一个不同文化 不同的处境的一种生活环境里面 虽然没有任何的情况里面 他也知道 没有人可以夺去他对选择工作上的一种态度 他被卖给一个叫做波迪法 也就是埃及法老的侍卫长那里 神却与他同在 使他呢 手里面所做的一切呢 一切都顺利 结果主人呢 就指派他管理他的家 和他家所有一切大小的事物 上帝因为约瑟的缘故 使他主人和他家里面一切田间所有的 都得到上帝的蒙福 除了我们有神的同在之外呢 神也是因着我们这个人的态度和行为 来制服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 一个老板 若是他能够器重一个人的话 一定是跟这个人的工作上的态度 有很大的关系 可能他就是包含着我们的诚信 我们的忠心 我们的尾声 我们的热忱 我们工作上不耽搁 殷勤等等有关系的 当我们有了这一些好的数字的时候 工作才能够展现卓业 约瑟呢 他在工作上散发了耶稣基督的形象 将工作做得紧紧有条 在我的结论 今天我们是在站在哪一个岗位上 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上服事 和在哪一个岗位上工作呢 无论呢 在我们的岗位是在家 教料一些教室 又或者是在职场上工作 也许可能那未必是我们想要做的事 也许也不是我们首选的工作 但是若是上帝将我们摆放在那个岗位 来工作或者服事的话 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他呢 虽然约瑟在当时的处境 是在被迫的当中来工作的 但他依然的一个积极的心态 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做工 在神的时间里面呢 神将他提拔和提升到 另外一个更高层的岗位 愿神来带领我们 看作工作有一个美好的态度 来服事 来荣耀神 愿神赐福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